大洞夜市走到哪都是 急急急 扎豆腐 地瓜球 章魚小丸子 夜市小吃 通通包 人氣搶搶棍 但大洞夜市要洗燈的消息 卻一直在地方流傳 我有知道這個信息 可是我們就是繼續做耳聞 雖然不少攤商都有耳聞 但因為上頭沒有太多動作 還是照樣出來擺攤做生意 原來是這塊地本來屬於台南農會 不過因為都市計畫 變更為機關用地 要移交給市府 雙方官司一打就是好幾年 也讓大洞夜市處於隨時都可能要 搬家的窘境 不是說到市政府跟市長在想 有少了 那幾年呢 不了了之 這樣就繼續做就對了 有啦 有啦 不然要收起來嗎 沒有啦 不了了之一天過一天 聲音照樣賺錢最重要 老攤商很豁達 雖然市府說會朝最有力的方向執行 但還是得省慎評估 同樣在台中中華路夜市 走過40個年頭 在60年代 更是台中最熱鬧的商圈之一 現在也已經慢慢走入歷史 從化以後很多夜市都起來了 你像那個逢甲夜市 來一中商圈 這以前都沒有的啊 以前可以一天到現在 以前更多 以前是一千多 那現在是 現在大概剩下300左右吧 從化區的轉移 中華路夜市人潮越來越少 很多攤商也陸續退場 但也有業者能稱則稱 還是期盼舊市區有翻轉的那一天 讓老夜市重現 往日風華 記者賴文章 台南台中綜合報導